这期节目我用这个麦克风录制 哦不 用这个录音机录制 这个录音机长得太像麦克风了 这是Zoom一个全新系列的录音机 型号是M4 M这个系列很有意思 长得很像麦克风 比如我手上的这款M4 就很像手持麦克风 只需用卡农线往下一插 哦不 开个玩笑 再次强调 这是录音机不是麦克风 各位好 我是赵军 这里是赵军日记 为什么会有这种造型的录音机呢 我收到这款录音机之后 在各个场景体验了一番 发现很多场景 用手拿着麦克风直接录制 是最方便的 所以如果有一款录音机的造型 和手持麦克风类似 从包里拿出来直接用 这种感觉很好 仔细了解一下Zoom M4的 录音机的性能和接口之后 我发现用法更多 除了常规的手持语音录制 桌面语音录制之外 还能在相机顶部作为立体声 环境音录制方案 如果你愿意 也能在录制现场环境音的同时 在外接两支麦克风 给现场的两位嘉宾 对于喜欢吉他弹唱 或者是钢琴弹唱的朋友 用录音机自带的麦克风 对准乐器 外接一支麦克风给歌手 是可以的 如果现场允许 也能从调音台连接M4 直接录音 Zoom M4的录音机顶部有一对 XY结构的立体声麦克风 灵敏度很高 我建议附赠的防风套 最好一直戴着 这款录音机 还有额外的两个卡农 和6.35毫米的混合接口 这两个接口 可以连接麦克风 乐器调音台 另外 录音机还有一个3.5毫米的输入接口 连接线路输入和麦克风 都是可以的 像这样造型的接口 机身还有几个 千万别搞错 机身左侧有耳机接口 遥控器接口 线路输出接口 机身右侧 还有一个时间码输入输出接口 你没听错 这款录音机还支持时间码 真是影视工作者的福音 机身的正面 有一个正方形的彩色屏幕 和一堆按钮 操作的逻辑非常简单 这两个区域分别代表着 自带立体声麦克风的 左声道和右声道 这两个区域分别是 输入1和输入2 初始状态时 上方两个选框和下方的菜单 都是蓝色 代表的是 可以对这一对立体声麦克风 进行设置 这个按钮可以选择 禁用这一对立体声麦克风 立体声录音 单声道录音 这个按钮可以设置低切的频率 这里有一个加号和一个减 按加号时 录音的波形变大了 耳机里听到的声音也大了 这其实并不是把录音的音量 变大或变小 因为这款录音机 默认32比特辅点录音 这种规格录制的时候 是没有音量选项的 也不用担心声音会爆掉 这里的加减号 只是提供波形缩放之后 我们能听到声音大小的变化 并不影响最终录音的音量大小 点一下这个按钮1 下方的菜单 和选项变成橙色 此时这四颗按钮的设置 就是输入1的各项参数 点击这里设置输入1的声音类型 点击这里依然是低切 如果你想设置输入2 点击这个按钮2就行 逻辑是不是相当简单 这几个按钮是控制录制和播放的 在监听和回听的同时 想改变耳机音量要按这里 M4录音机的右侧有一个菜单键 现在才介绍这个按键是因为大多数的操作 根本用不到这个键 点击可以看到中文菜单 我们说几个有特色的内容 声音的相关设置里可以改变采样率 预录制功能在采访的时候很有用 USB功能里能够把这款录音机设置为电脑的USB麦克风 时间码是Zoom M4的特色功能 可以把录音机作为时间码发声器 也能作为时间码接收器 如果想要使用电容麦克风 需要开启幻象电源 可以在电源选项里找 说到电源 我们来看一下麦克风的供电方案 你可以使用充电宝从这个USB-C接口供电 打开螺丝就可以拉出电池舱 本期节目使用的就是Zoom M4录音机录制的 来听一下其他的录音效果 Zoom M4的操作逻辑 是我用过的录音机当中非常简洁的 由于可以四声道录音 实现32bit辅典录音 内置时间码 所以用于个人语音录制 真的是大财小用了 更广泛的使用场景 包括录制环境音 乐器演奏 影视制作等等 最后来说说Zoom M4的注意事项 这款录音机附赠了两个防风罩 建议保存好 尽量佩戴防风罩录制所有的内容 虽然这款录音机是手持麦克风造型 但手持依旧会产生摩擦音 安装在固定的支架上使用效果会更好 如果需要长时间连接电容麦克风 开启48V幻象电源 建议连接充电宝使用 录制时建议实时佩戴监听耳机 特别是在有电话或者是无线设备在附近的时候 好了 以上就是我对这款Zoom M4录音机的体验分享 希望对于你有些帮助 如果你对于录音机的使用还有什么问题 欢迎给我留言 以上就是今天视频的全部内容 我是赵军 这里是赵军日记 如果你觉得这一期内容对于你有帮助 求关注求转发 收藏点赞弹幕走一波 这对我非常重要 如果你也喜欢短视频 热爱旅游热衷记录生活点滴 并且希望把它们拍成Vlog和短视频 但又不知道如何开始 想怎么选购器材 怎么剪辑视频 欢迎阅读我的新书 Vlog短视频拍摄与剪辑 从入门到精通 我为这本书拍摄了50个视频 用手机扫码就可以看 这本书是写给零基础的小白和进阶玩家的 只要看粗体字 就可以快速读完本书 对于哪个章节感兴趣呢 只要精读这个部分就可以了 短视频创作其实一点都不难 希望你的Vlog短视频创作之路 由我相伴 我是赵勋